不久以前 华盛顿有名的政治与散文书店内 出现了慈禧的形象 她是刚刚出版的一本传记的主角 英国籍华裔作家张荣 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写成慈禧太后 启动现代中国的王妃 此前张荣写过两本畅销书 《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和《毛泽东显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慈禧的严肃研究并不稀缺 张荣新著的意义在于对这位妃子出身 实际统治中国长达37年的皇太后的刻画 比以往要正面得多 几乎到了为慈禧翻案的程度 对这样一位中国近代史上 已经基本定性的重要人物的形象 做出重大的修正 这件事情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首先 为什么会想到写慈禧 在写红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禅脚这一个折腾 折磨妇女的中国的这个陋习 陋习都不足以形容她的残酷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是慈禧太后废除的 那我原来在中国当然是共产党领导下长大的 好像觉得是不是好像是共产党废除的禅脚 那后来我研究的时候我才发现是慈禧太后下的命令 所以我就开始对她有一点兴趣 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张荣回忆录性质的红 全球销量超过了1300万册 这本书讲述了他们家从外婆 母亲到张荣自己这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历史背景由清长末年到文革结束 后来呢在写《毛传》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中国的这些巨大的改革 都是1860年代开始的 那这个时代就是慈禧夺权以后的时代 他是1861年夺权的 那么之后中国就发生了巨大的改革 毛泽东小的时候 他享有的那种自由和机会 就我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 绝不可能想象的 那么比如毛泽东是个农家的孩子 那他可以就拿到奖学金 就是很容易的就去上学 然后又可以出国 很容易的如果他要出国的话 还跟女朋友一块出去旅行 然后两个人一块就是住进饭店 像夫妇一样 这就是慈禧太后的时代 和他刚刚去世后的那段时间 因为我发现慈禧的声誉 还是我在中国受教育的那种 就是她是一个邪恶的女人 就是保守派 顽固不化的保守派 给中国带来都是灾难等等 这就跟我所知道的 那么一点点慈禧 就太不一样了 中间就一定有秘密可以发掘 为什么会这样不同 那么有真相可以揭露 那么我可以做一个历史侦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决定写慈禧 我可以说新的东西 可以说跟大家说的不同的新的东西 有评论家认为 张荣的前两本书 体现出比较清晰的女性主义意识 张荣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呢 我不能称为女权主义者 但是对这些对女性的不公平的待遇 我当然是非常反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种心理障碍 对慈禧 反对慈禧的心理障碍 好像很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给慈禧翻案并不容易 关于她的负面故事 已经深入到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中 比如她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 的确慈禧用了一些海军的钱 去建颐和园 据中国的专家考证 应该修的钱是不超过600万 600万我就给你一个印象 这个钱的价值 光绪皇帝的大婚 花了550万两银子 这600万两银子 她从宫廷积蓄中出了300万 海军每年都有几百万的这种钱 那么这些钱都存在外国银行里 每年都有利息 那么慈禧就用了这些利息 大概一年用了30万 在十年 就颐和园的十年 将近十年中间 加起来可能就是300万 慈禧拿的钱 对北洋海军不产生 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当然 你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这个毕竟是偷偷拿的 你这个毕竟是腐败 那么这个腐败 那当然会是影响北洋海军了 甲乌海战的失败导致了中国遭受近代史上最大的屈辱之一 其实有史学家认为 当时继续战争比义和更有力 慈禧恐怕难辞其咎 这个甲乌战争是光绪皇帝指挥的 他的头号智囊就是翁通贺 翁通贺是一个叫教古文的 那么写一首好字 但是打现代化的战争用铁甲剑 那么后来你打不赢了 大家都要和嘛 你肯定是要和的 光绪也是要和的 但是他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日本的和的条件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那慈禧一看到 日本这样的狮子口大开 慈禧就说 撤使再战不谈了 我就是要跟你跟你打到底了 但是光绪就是不战 这个甲乌战争里边都有记载 慈禧统治期间的另一大过失 在于破坏户序变法 张荣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都说是慈禧是反对维新 那么杀了什么六军址之类的 实际上户序变法根本就是慈禧发动的 那么因为在中日海战失败以后 欧洲列强都来一人拿一块中国 那这个时候就连光绪皇帝也要革新了 光绪皇帝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革新的 慈禧变法的那道上谕 那么第一句话就是 上奉慈谕 上就是皇上奉慈就是慈禧 慈禧皇太后 上皇上奉皇太后的谕旨 我们现在要开始改革了 户序六君子一般被看作是为改革 不惜奉献生命的勇士 而这本书中 他们成了刑事犯 不再是良心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君子 因为他们被杀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要去谋杀慈禧 当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也许大家觉得慈禧应该被杀 要杀他的人是君子 起码慈禧杀他们 并不是因为他们要革新 当然这六君子中间有两个人是无辜的 被冤杀的 但是有四个人是卷军了谋杀慈禧 慈禧的另一大污点是盲目支持义和团 导致八国联军干涉 中国随后陷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义和团有很多暴行 当时在煽动 驻华的这些公使 就觉得慈禧处理得太轻了 他们就要慈禧在三个月内 剿平义和团 如果慈禧不剿平义和团 他们就要入庆中国 来帮助他干这个事 慈禧当时就面临了一个外国入侵 他就像一个要淹死的人 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他就以为这些仇外的义和团 可以做勇敢的士兵 当然他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策 非常错误的决策 后来他也再三反悔 如果分析中国当今取得的成就 很多人仍然归因于毛泽东 也有一些人会说是邓小平 跟着张荣的时间机器 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或许会有人得出新的结论 其实是因为有了慈禧 才有了今天快速上升的中国 谢谢 我愿意愿意担着毛泽东 是的 我这本书并不是要把它写成一个圣人 它不是圣人 它也不是一个邪恶的人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慈禧 它作为一个中世纪土壤中产生的人 它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帝国的 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它当然双手有鲜血的了 开始的慈禧之前什么都没有的 慈禧开始把这些东西一件件引进来的 而且慈禧走得比现在的领导人都远 那么慈禧的最后一个现代化的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把中国变成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的核心是什么呢 选举国会 张荣的第一本书 稍作删结就能大致符合中国的出版标准 第二本书只能基本删干净才能出版 第三本书的出版前景将会怎样呢 我开始研究的时候 2008年慈禧还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敏感人物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中国也许就认为他有敏感了 我还不清楚 但是我希望能够出版 如果有机会向习近平推荐自己的一本作品 张荣将会选择哪一本 我不知道 当然我觉得《毛泽东传》是最应该看的 那么现在有人又要重回毛泽东的路 要用毛泽东那一套统治 简直是 我简直觉得非常悲哀 我简直觉得怎么可能这样 中国怎么可能走这条路 学术界和普通读者 未必全部认可张荣的这本慈禧传记 但多数给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2013年年底 纽约时报将这本书 选入当年的百部图书佳作之列 市场推荐